提升了 這是一隻年輕的球隊在不斷 喔喔這球 用突襲的 真的被對方給弄到了喔 哇這樣突襲受到效果 這會記內野安打喔 應該是會記啦喔 我就看相對位置 如果有接起來的話 一個短拋球或許可以 不過這種球很難處理喔 不過如果接起來船是真的有機會 有機會 看聯盟怎麼給 只是因為這個突襲啊 你會看到點的方向也很不錯 讓黃子鵡真的跑了蠻遠的距離 這個是往右半邊 投手一壘手中間的jack bomb 那事實上郭炎文跟黃子鵡的配合 也非常有經驗喔 就是黃子鵡 喔這個球帶出去 要落地會成為一隻安打 而且先起跑的關係 哇在第一局用突襲的方式 而且這一棒 那個張忠宇是蠻技巧性的喔 感覺就是這樣一帶喔 把球帶到一個剛剛好的位置 對 帶得很好喔 那是先起跑 等一下馬上就可以看到 這個平飛球 我們這個角度看下去 是很快就判斷出是安打喔 那郭天進在接近二壘的時候 因為兩個外的時候也跑動 慢慢在靠近球 他還是有稍微停下做觀察 不過因為他腳程很快的關係喔 這個停下來並不影響他再推進到三 嗯 架修做守備喔 這個時候壘上的跑者跑 而且要雙道了耶 這樣子都成功了耶 哇 但其實不應該傳的喔 是 因為感覺實際上就已經有點偏差了 得分了 那等於是這兩個跑者在配合的話喔 他的目的就是希望讓你傳球然後過頭熟 他抓第一時間 即便你傳的比較低 然後是二油站在 這球是傳彎 那正常的一個的話會比較短 然後低的球不要讓他明顯 這麼明顯高起來 讓三點跑者好判斷喔 嗯 這樣還叫借啊 所以我剛剛在聽的有點不太明白 游擊手接到傳一壘啊 雖然是封殺了林志勝 不過這個大師兄這一次打擊是有打點的 所以在首居啊龍隊就進仗了兩分 這次證明 葉君章總教練真的是出招喔 這兩分並不是說 黃子鴻我壓不住打者 對 而是用大量的這個戰術啊 那這就是棒球的意義 給我來打給大家看 如果我們來打給大家看 請在哪一分聽 你現在可以打給大家看 這就是我們來打給大家看 這個姿勢 沒有看 我們來打給大家看 多好不容易 我們來打給大家看 感谢观看